上一支影片聊到物质的断手离 在切断与小恶魔的锁链 整理出整齐的家后 也帮助自己清晰自己内心的杂讯垃圾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2023我想要断手离的那些 造成自我内耗的三大剑心灵垃圾 哈喽欢迎光临Mother B的百年老屋 我们去年搬进百年老屋 老屋里住了两个女生 一只狗 BingBong aka小帮手 我是A 如果是第一次来参观的朋友 我们是分享生活风格 居家改造 手做DIY的频道 本集感谢赞助方Mother G 卖肝鼎力赞助播出 2023了就算不喜欢运动 应该也听过肌肉是如何练成的 简单粗暴的形容就是 撕裂破坏 修痒 肌肉生成 反复循环 日不一日的锻炼过后 开始强壮 肌肉缓缓生成 当然今天也没有资格跟大家聊重训 但我相信心智跟肌肉一样 虽然费时 但是可以越练越强 也是在2017年开始 有意识地检视自己的内心 但那时候比较弹心 会列出比长发公主的头发 还长的清单 发现执行力只有十分之一后 开始意识到 不能再被自以为小恶魔诱惑 循环反复的执行失败 太挫败自己的信心 渐渐改成每年专注在 不超过五件要丢掉的心灵垃圾 今天分享的是我的精神内耗 非常的主观 欢迎有血有肉的精致girl 真男人们 友善交流 留言分享关于你们 断舍离心灵垃圾的经验 别让你的寂寞陪你过夜 第一件 贪的心 这边的贪不是金钱方面的贪 是自以为精力很多 什么都要管 谁的想法都要顾 谁都想要讨好 什么都想要尝试 什么都觉得自己可以做 都要掌控 这种我自己归类为贪心 这两年我最大的感受是 人的精力有限 如果焦点模糊 把精力放在别人的事情 想法 而不是自己喜欢的人事物上 非常容易自我内好 如果太把别人的人生当一回事 就等于在消耗自己 解决自己问题的时间与精力 抱怨的人大部分都只想要我们听 并不是真的想从我们这 得到什么直直的意见 我们又不是克服 哪来那么多官方SOP回答模板 我看过一句很有趣的话 越是愚蠢的人 越好为人师 现在的我认为自己没有精力 也没有能力为别人解决 什么人生难题 能做的就是听 交情好一点 如果有相关经验就分享 如果是涉及到专业知识方面 就一码归一码 如果以实质利益交换 一方面可以筛选出 真正需要我帮忙的人 也避免自己以不小心号为人师 除了把别人的问题太当一回事 就是把别人无意冒犯我的话 或者是非善意建设性的评价当一回事 听进去这些杂讯 就像是给自己下毒药 日积月累的毒害自己 前阵子听到老高 讲到一个关于诅咒的说法 诅咒能不能成功 不取决于诗咒者 而是被诗咒者 被诗咒的人如果接收了 诅咒就成功了 被诗咒的人如果拒绝接收 那诅咒就会反噬到诗咒者的身上 这个例子听起来有点天马行空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 把那些恶意或者是无意冒犯到 你的人当成诗咒者 如果我们把这些话或行为当一回事 诗咒者非但不痛不痒 还不会被反噬 有事的只有自己 如果你不反应 那被反噬的就是他 就像蔡康勇说的 狗并不是冲着你大便 他就是必须打 而你只是路过了 有点侮辱狗了 那些不过脑说话 动不动就把负面的标语 贴在别人身上 不回应他就是对他最好的反噬 如果真的要反应 那就用对方最有感的方法 不然把珍贵的时间精力浪费在一个不尊重你的人身上 还要放在心上向他证明或解释什么 把精力放在精进自己 让自己舒服进步的路上 不是很好吗 2023提醒自己 不要像神隐少女里的无脸人 看到什么吃什么 吃到的不一定都是美食 也可能是美食 拿捏好分寸 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底线 不贪心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无脸人 也是很可爱的 别人的人生问题 价值观 眼光 都与我们无关 不需要面面俱到 什么都要体贴包容 原谅证明 等等等等 但我们的小宇宙里 能让小宇宙茁壮的 就只有我们自己 永远要记得先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虽然在这广阔未知的世界里 我们很渺小 但我们的世界里 我们最重要 当自己真正的强壮了 也才有余力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第二件 佛的心 这里的佛就是佛系的佛 虽然上一件说的贪不是贪钱的贪 但在这2023年里 我希望自己贪钱一点 不知道哪里来的奇怪的个性 我在做自己的设计 或者是艺术品的时候 碰到投缘的人 我就会把作品免费的送给别人 或者是无偿的为朋友家人 提供专业的协助 也觉得不需要特别的为自己作品发声 反正金子总会发光 巷子里的酒香 懂的人就会闻到 但是 这一路上 除了碰到很珍惜我的作品的人们 也有或多或少碰到觉得 理所当然 不当回事的人 在这两年自我检讨后 也深深体悟到 单纯的用爱发电 也不是不行 但是爱难道不比电贵吗 金钱在这个世界 就像是一种能量 而我的吃喝拉撒 我的作品 我的虚无缥缈的目标 都是需要靠能量 来为我发电 从去年年末开始 我也很认真的找 可以为自己作品们 发声的一些管道 1月22日 我会参展一个 纽约区Parsons SBA 等艺术家设计师主办的 为期两天的电视集 卖一些我做的 发誓编节还有蜡烛 来累积电量 这个之后的计划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对了 很感谢大家的默默支持 但我们的频道 也要靠你们不隐晦的 大胆热情的 点赞留言分享订阅 来发电 说到这不要偷懒 麻烦你动动 你可爱的小手手 来为我们点个喜欢 你的发电 对我们而言 是继续做下去 最大的鼓励 2023 我希望自己 不要再因为害怕数学 讨厌数字 就连存款里的数字 也一起排挤 追求虚无缥缈的人生理想时 也顺带爱上数字 带来的某些成就感 累积电量 才能为我所爱发电 佛系的心 用来专注自身 心灵清晰就好 第三件 怕球的心 我从小就是那项害羞又怕球 脸皮皮纸薄的 敏感AB型小孩 能让我脸红的事太多 门槛太低了 当然 这个也带给我不少好处 懂事后我怕球 怕被骂 就会把事情做好 怕被纠正 就比谁都守规矩 怕被管很糗 知道要让父母管不了我 就把书读好 怕作品拿不上台面 就算爆肝 牺牲娱乐时间 我也会尽力完成 怕被别人觉得懂得很少 很糗 就不断的扩充深入 我想知道知识 怕别人觉得我不好相处 很糗 就把自己包装的 温和平易近人 等等等等等等的例子 但 越来越发现 怕球的心 虽然能向大浪 把我推到某个程度 怕球 有了恐惧害怕的情绪 长久下来 无形中也损耗了 我很多的精气神 因为出发点 就是恐惧消极的 怕球 怕别人发现我不知道 虽然我不至于 不懂装懂 但听到不知道的事 我就很不舒服 或者是怕犯错 很多事我不敢尝试 自己脑补出 很多很糗的场景 怕做的不完美 被纠正 就很硬 或者是不去做 长久下来 我的思维跟僵尸一样 甚至因为怕球 有点太在乎 别人的想法 还有眼光 这些怕球 怕自己不够完美的 消极想法 有点像是紧哭咒 紧紧的锁着我 不能动弹 这几年 我深深被自己 怕球的心态 而错过的事 感到非常的不值 而且懊悔 2023年开始 我想要放松 这种怕球的心 跟后制版洋后 用好奇探电的心代替 就像一直想要探的电 别人说好吃不好吃 都是参考 想要做的事 自己试过才知道 到底行不行 顶多就是没有成功 或者是不够完美 但至少我试了 试了才有权利 跟自己说行 或者是不行 其实大家都很忙 很快就会忘记别人的事 就算记得也没有什么 他记得是他的事 而且感谢他的回忆由我 但过去的事 都是过去的故事 我现在只想要专注 现在 当下 也不去想未来如何 只要不是恶意伤害别人的事 别人怎么想 那都是他的事 他在消耗他的宝贵时间 经历在我身上 这些都和我们无关 不用揽在自己身上 最近很喜欢复盘的概念 这两个字来自围棋 指的是双方下完棋后 复衍该盘的行动 相对于检讨反省 我觉得复盘正面积极 格局宽广许多 总结过去的经验规律 吸收好的经验 针对不好的经验 提出改善的方法 对于执行过的计划 重新审视 不断的做 不断的复盘 不断的更新 改进自己 重复 从整个过程中 慢慢圆满自己 一点点的达到目标 不要再让怕球的情绪 变成自我内耗 正面一点的面对它 保持自己的弹性柔软 不要因为怕球 阻碍了探索世界 为人生斩点的机会 以上就是2023 经过不断自我复盘 想要断舍离的 三件心灵垃圾 感谢你们播出 宝贵的时间看完 你们呢 欢迎有鞋有肉的 精致girl 与真男人们留言 大家分享一段我最近很喜欢的一段话 彩妆的镜头是裸妆 染发的镜头是原生法 医美的镜头是妈生脸 时尚的镜头是自身品味 消费主义的镜头是断舍离 爱情的镜头是稳定生活 道理的镜头是大到重见 人生的镜头是一个人面对生活 交友的镜头是允许自己做自己 允许别人做别人 事情的镜头是近人事听天命 2023期许自己慢慢写下那些心灵垃圾之后 保持冷静 保持弹性 保持幽默 保持自己 想看更多看似随意但暗藏玄机的 美感小秘密 拿捏生活氛围感 或是精简生活 不想在毛毛油管大海里 与我们擦身而过的朋友 别忘了一下订阅 开启小叮当 按个喜欢鼓励我们一下 有话想要跟我们说的 别忘了留个言 打起我们之间的桥梁 我们下周见 拜拜